你傳送表單裡面你可以把這個最後的結果內簽在哪裡呢 內簽在你的手機畫面上面 上個禮拜就有同學真的蠻認真的 馬上就把它放上去 馬上就可以看到結果 而且甚至還可以馬上把它改成不一樣的樣式 不一定要長的根 就是你背景不一定要用內建的 你可以改變 只要好像是不是裡面的ID就可以了 這裡面的什麼 樣式改變就可以了 OK所以也可以改改起來 完全看不出來是Google的表單的 所以你會發現 那他的資料存在哪裡呢 其實就存在旁邊 會有個意見回覆的內容 這邊就會有相關的資料 那我是試填的幾筆 填完之後就會在這 等於是把Google的身材表當資料庫來用了 那其實說真的很夠用了 坦白講你說這樣他自己架Server 架Web Server架SQL Server太累了吧 那這樣就好了 而且 你的需求只是要讓客戶填資料 何必要弄得那麼麻煩 你說真的 就像說你要架Server 你用現在流行用比較好 有點像拿大炮要打小鳥 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你不需要嘛 你只是說你只是要填資料 那用這種方式 另外這個有個比資料庫 更棒的功能說 如果你希望有人填的資料 可以通知你的話 那有個功能 這個也是因為我 這東西用很久了 我才才知道這個功能 一般的好像也不會特別去用 那那個功能 通知功能後來 不是在這個頁面 而在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哪裡呢 工具裡面 通知規則 這個太好用了 因為我現在都這樣用 只要有人填資料 進來之後有沒有 他就通知我了 他就傳一個mail告訴我 我看一下 有有一些訊息進來了 那我再去看一下 他而且會既沒有給你 順便連結到這個畫面 你就可以馬上知道 人家留的訊息 那這個對於很多地方都非常好用 只要表單 他只要提出需求 你就可以馬上跟他回應 上面也許有電話號碼 你可以馬上跟他聯絡 所以客戶如果假設你要在線上接案的話 你也可以弄個這個 對馬上通知你 馬上問他 找跟他約時間 不用約時間 也許他 你的那個表格設計越好 你就越清楚他到底要什麼 然後再去跟他回覆一下 email回覆一下或什麼方式 那這個地方的話通知規則就是說 可以用什麼呢 這個電子郵件立即 然後呢 在什麼狀態呢 在有 使用者提交表格的時候 就 send一個mail給你了 那這邊不用填mail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帳號 就是你的帳號嘛 只有你 所以他自動會mail到你的信箱裡面 非常的好用 我很多表單我是這樣用 所以只要有人填 像我那個什麼 部落上面有學習簽到部 有人半夜也會在簽到 他也會順便給我說 半夜有人學習 諸如此類的 這個功能 非常好